大家好,欢迎回来 今天我要讨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导致我们老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要用什么成分对抗它 还有减缓老化 皮肤的老化分两种 一种是内在老化 一种是外在老化 内在的老化跟你的基因 还有新陈代谢有很大的关系 那外在老化的话呢 很大的原因是心理还有身体的压力 再加上吸烟 还有酒精 过度饮食 还有营养不良 都有很大的关系 再来就是我们的紫外线 最后呢就是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是导致我们皮肤老化 还有长皱纹一个很大的原因 因为我们空气中呢 会有汽车排放物啊 工业排放物还有微小颗粒 那这些东西 比如说particulate matter 或者是PAH 都是对我们的皮肤非常的伤的 很多人觉得说空气不好 出去外面 然后他们就闻到那个汽车排放物啊 可能容易让你咳嗽啊不舒服 可是呢其实这一些微小颗粒 它是可以渗透到你的毛孔 还有毛囊中的进入到你的皮肤 因为我们看不到所以不知道 可是其实呢 它一旦渗入到你的皮肤以后呢 它就会产生自由基 这一些有害分子它是会损坏 破坏掉你的细胞的 那这个过程叫做Oxidated Stress 就是氧化压力 氧化压力呢会导致我们去分解掉 我们产生的胶原蛋白还有弹力蛋白 而这一些蛋白呢是主要让你我们的皮肤 保持紧致还有弹性的很重要的 它还会造成我们的皮肤炎症 而皮肤发炎呢就会导致我们皮肤受到破坏 如果我们皮肤平常受到破坏 你的皮肤它的基本功能就会失去了 那你的皮肤呢就不会那么的健康 所谓好皮肤呢其实就是皮肤健康 当然当你压力大的时候呢 你的身体也会发炎 因为它会产生一个荷尔蒙叫做Cortisol 那这个Cortisol也会导致呢 你的身体发炎 所以紫外线空气污染都会造成自由基 让我们提早老化 但是呢如果你在加上平常呢 工作或者是学业压力大的话呢 这三个加起来呢会让你老得飞快 因为压力呢会让我们身体发炎 然后身体发炎呢破坏我们皮肤平常 那你皮肤平常如果受到破坏的话呢 这样让污染物又更容易渗透到你的皮肤 进行细胞的破坏 再加上紫外线会直接呢破坏掉你细胞的DNA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做呢压力大我觉得很难控制 还有呢我们又不能够不出门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在护肤上面用多一点抗氧化的成分 再加上呢我们靠吃增加我们抗氧化的食物 这样子呢我们可以至少减少自由基的产生 然后减缓老化过程我今天第一个要讲的呢 是它的抗氧化成分很多那为什么要用抗氧化的东西呢 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抗氧化的能力呢是会下降的 再加上我们会产生比较多的ROS就是Reactive Oxygen Species 如果我们多用一些抗氧化的成分的话呢 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细胞让它不要受到氧化压力 而且可以防止自由基的产生 并且呢可以消除呢已经产生的自由基 还有阻止呢它们破坏我们的细胞 那这个产品我之前讲过很爱 它就是Polish Choice它们的Super Light Daily Wrinkle Defense 它的SPF30 那这里面有蛮多抗氧化的成分 其中呢就是Risveratrol Risveratrol呢是现在护肤界其实被誉为一个很强抗氧化的成分 如果你去查资料的话呢你会发现它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很多关于Risveratrol 这个成分呢不仅可以抗氧化 它可以抗癌、抗炎、抗肥胖还有抗老化 这个呢我觉得是数一数二我用过最好用的嫩色的防晒有之一 我很喜欢它是因为它很轻薄 它虽然呢是Zinc Oxide 它是物理性的Physical的Sunscreen 但是呢它擦上去不会油 它反而呢会变成像哑光一样的 所以这种产品呢在夏天的时候呢 或者就是很多人很不喜欢很油腻的油 因为是物理性的防晒油的话呢 他们会很喜欢这个 还有呢如果我补擦呢它也不会越擦越厚 然后越擦呢越不均匀越Cakey 我觉得它这个产品做得很好 是因为它有很好的物理性防晒Zinc Oxide 13% 所以它就可以很有效的可以防UVA还有UVB 但是呢它又可以防蓝光 因为我们常常看手机啊看iPad啊 因为它里面有在加Iron Oxide 那研究已经有发现说 Iron Oxide呢还有跟Zinc Oxide在一起呢 是可以有防蓝光的作用的 所以呢很多时候我平常出门的时候 我就没有在擦Foundation 我就是擦它 它大概有一点点就是minimal的那种遮瑕力 歇与微的遮瑕力 在排天的时候使用你不仅可以防紫外线的伤害 你又可以防自由肌有抗氧化的作用 当然呢我们除了用在皮肤上面的产品呢 平常我们吃东西呢也可以增加Respiratrol Respiratrol你可以吃葡萄可以得到还有呢红酒 Respiratrol已经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了 可是它除了这个它还加了维他命C维他命E 它的维他命C是THD 就是那种stabilize的那种 所以这产品我真的很推 如果呢你要讲抗氧化 你不得不提到维他命C 它不仅是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 而且它已经是被研究无数次的 它不仅可以中和自由肌 它又可以减轻氧化压力 还有呢它对胶原蛋白的合成呢 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维他命C呢它是一个cofactor 它是直接告诉细胞呢 可以怎么样调节 还有维持胶原蛋白 它的level 它的高低 再加上它又可以稳定胶原蛋白的mRNA 就代表说它可以增加胶原蛋白的合成 之前我讲完维他命C讲蛮多的 所以呢你们也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那我之前有讲过我很喜欢的维他命C 是Timeless他们家的 他们的10% 因为其实研究已经发现说 你其实不用一定要很高20%啊 其实呢8%呢你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那我喜欢这个是因为它用的维他命C呢 是研究最多的 也就是它最纯的维他命C 大部分的纯的维他命C呢 你都会发现他们就是放在那种是玻璃的那种 然后是那种有dropper的那种 可是那种的话呢 当然就是你每次拿出来的就会破坏掉维他命C 但是他们家就是用这种瓶绳 是用挤出来的 其实我是喜欢这种的 但是呢液体你知道就是一定会很容易它会漏 但是我发现它自从换了这个包装呢 这个问题有好很多 而且我最近买我有发现说它都很新鲜 我每一次买它都是完全是白色的 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它是水的 所以它很容易会滴哦 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它是白色的 这我才刚刚从冰箱拿出来 而且我发现它换了这个包装 我觉得它的这个保鲜的程度呢有增高 当然它白或是黄呢 这个跟它在外面多久 还有你shipping的时间多久 有没有接触到太阳有没有接触到热气 这都会影响到它的颜色 那这个研究就是看每天用10%的纯维他命C 他们就发现说三个月以后呢 就发现皱纹的减少 还有新增胶原蛋白 所以维C呢它可以减少自由菌的产生 还有呢紫外线对你皮肤的伤害 那我喜欢这个formula 是因为它除了维他命C 它还有维他命E 它可以对抗自由菌和紫外线 一个很强的组合 再加上还有ferulic acid 所以它是整个稳定里面的配方 维他命E自己本身也是抗氧化 它也可以抗发炎 然后预制伤口的能力 研究已经发现 如果你用维他命C 可以和维他命E一起的话 它的抗氧化的能力会更强 当然维C除了用在脸上呢 你也可以用吃的方式 它效果会更好 那我把这些食物呢 放在这个荧幕上面 让你知道这些食物呢 它里面都有非常高的维他命C 比如说red pepper 红椒 拔辣 还有orange 一颗甜橙呢 它都可以给你提供蛮高的维他命C 青椒 green pepper 也可以给你很高的维他命C broccoli broccoli是非常好 其实呢 cauliflower呢 也有很高的维他命C 再来我们可以抗氧化 用在脸上的成分呢 就是niacinamide niacinamide呢 也就是vitamin B3 最近我有提到 我很喜欢用的防晒油呢 就是ALTA EMD 它的UVCLEAR SPF46 这款呢 我现在就是天天使用 它是很适合日常使用的 因为它又不会堵塞毛孔 它又没有香料 然后它在我的眼部周围 其实算是蛮gentle的 那它里面的niacinamide呢 其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好像是5% 5% 其实是如果在lotion 像这种cream状 lotion状的话 我还蛮少看到的 这个呢 它是 它不油腻 它是轻薄的 可是它又可以给我皮肤 有蛮美的glow 给你们稍微看一下 它是乳状的 它是像这样子的 那擦完其实是很舒服 很轻薄的感觉 它也没有任何怪味 这是我最近非常爱的防晒 它这里面是靠 Zinc Oxide 物理性防晒 还有一个化学性防晒 niacinamide是一个非常好的成分 它不仅可以清除 还有中和自由基 它又可以减少炎症 还有可以帮助DNA的修护 再还有可以强化我们的皮肤屏障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成分 再加上它又可以蛋白 又可以美白 它又抗老的作用 它已经是我觉得 除了就是A唇啊这些比较刺激性的成分以外 它算是我觉得最well rounded的成分 可是它又没有这些成分来的刺激 所以它又很适合皮肤比较敏感的人使用 这另外我常讲的CeraVe Night Cream 它里面也有niacinamide 但是它没有写说它里面有多少 这个产品就是我会一直的回购 我真的很喜欢它 你们用过的人也常跟我说你们很喜欢 那它除了niacinamide以外 还有Ceramide Ceramide又是一个强化皮肤屏障的一个很好的成分 再来我要讲一个成分就是 绿茶 没有错 绿茶呢本身就是有抗老化 抗光老化的作用 绿茶里面有个成分叫做 Epic Gallo Catechin 3 Gallate 那这个成分呢 其实研究有发现说 如果长期饮用的话呢 它是可以有抗老化的作用 不但可以改善皮肤的弹性 还有减少皱纹 更可以减少紫外性对你皮肤的伤害 那也可以有抗癌的作用 它可以减低皮肤癌的风险 还有呢 肾素沉淀过多 它可以降低EMMP3的产生 那EMMP3呢 就是你的分解胶原蛋白的 所以呢 可以医治这个产生的话呢 就是可以达到抗老的效果 那我看一些研究就发现说 不管你是用饮用的 或者是你是擦在脸上的呢 它都有一些抗老的作用 Green Tea呢 它除了可以抗自由基 抗老化这些作用 它还有镇静的作用 有Calming的作用 所以有些皮肤比较容易发炎 比较容易红肿 有redness的人呢 皮肤敏感的人呢 很适合用Green Tea 那这个呢 是Green Tea Aqua Soothing Gel Cream 是Cosrx他们做的 绿茶的 算是gel 就是胶状的 像现在夏天的时候呢 我很喜欢用 你看它像果冻一样 它完全没有任何味道 好舒服哦 拆在脸上 真的会有舒缓的作用 可是它有一些hydration 所以用完以后呢 非常保湿 但是呢 像这种产品 我是喜欢用完以后呢 然后我会再擦一个lotion 把它那个水分锁住 但是如果你今天皮肤很油 或者是你在的地方 非常热的话呢 其实你可能擦这个就够了 它这个擦上去好滑好舒服 它除了绿茶成分以外呢 它还有再加上 Atlanto 还有D-Panthenol 它这些呢 都是帮你镇定你的皮肤的 加强你的皮肤 再继续抗炎症 现在我就很喜欢 在产品中呢 看到有绿茶这些成分 当然除了它有这么多好处 我觉得我喜欢用 也是因为它用在我皮肤上面 我可以感觉到 有这些calming的 镇定的effect 再加上我本身 也很喜欢喝绿茶 我很喜欢泡绿茶喝 所以我觉得这种组合呢 用喝的或者是用擦在脸上的呢 也会有减缓老化的作用 好那我今天就讲完了 当然不是只有护肤 其中吃的 喝的 睡眠 都非常的重要 抗老故事只有一环 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记订阅 开启的小铃铛 还有呢 不要忘记按赞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